下面一个呢 跟刚才的这个社会化服务联系比较密切 它叫农业生产托管 及项目管理 那这种生产托管 大家注意 它也是属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当中的 非常重要和非常典型的一种类型 那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对于农业生产托管项目而言 它主要支持几个点击方面 一个提到呢 是重点支持关系国际民生的农产品的生产 什么是关系国际民生的呀 第一反应是什么 粮食对不对 所以对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托管 作为一个支撑的对象 就是我们调研的时候 在北方这块大部分就是什么呀 玉米小麦 这些大田作物 那把它作为重点的支持对象 那主要的目的 显而易见了 什么保障粮食安全 对不对 要保障粮食安全 另外一个提到的呢 就是资金补助方向 突出它的重点服务环节 那按照服务环节的不同 它提供的这个托管的项目呢 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有单环节的托管 有多环节的托管 还有呢 关键环节的托管和全程的托管 那这些不同的类型 实际上呢 它是面向不同的服务对象的 比如说这块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意愿 比较强的地区 就是老百姓愿意自己住 然后呢 可以推广单环节的托管 或是多环节的托管 逐步转变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 那也就是什么呀 在这些地区 可能是由于当地的这个 各家各户的承包地面积太少了 或是由于当地的这个劳动力 它没有实现很好的这种转移就业 它对于农业种植而言 它劳动力比较充裕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可能这块人也比较勤快 是不是 起早贪黑的 把自己家里边不多的这点地就种完了 种种原因吧 就是我不太愿意让别人参与到 我的家庭经营过程当中来 那么在这里边 这个托管是怎么开展的呢 只是着手于 或者说着眼于解决它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好多地存在什么 它灌溉解决不了 你其他都能弄 但是灌溉这块需要水呀 你各家各户没有办法说打击井呀 通过什么形式来弄水 那你这块可能就解决它的灌溉问题 对吧 所以说对于这些地区实施的是单环节托管 或是这种多环节的托管 而对于这些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那它这块可以重点推的就是什么 关键环节的托管和全程的托管 也就是说 所以全程托管是什么 那我把我家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我是通过入股或其他的方式 反正就交给你来经营了 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到最终收获粮食的时候 你统一卖 卖完了之后 你把我当时应该扣除的这些费用扣除掉之后 你应该给我多少钱 给我多少钱就行了 这就是什么都不管 所以有的地儿打的口号就是什么 你去打工种地 我来帮你种田 就类似的这种 还有一些呢是关键环节的 比如说耕种管收 这些关键环节的 然后至于这个销售的时候 那老百姓们自己愿意卖到哪卖到哪 也可以啊 所以说这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提供不同类型的 它的托管项目 第三个呢 就是重点支持的是 服务对象进一步突出小农户 这个也是在2021年的1号文件当中 明确表示出来的 那么把服务小农户的这些企业合作社 以敌社会化服务组织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 也就是说 从政策引导这个角度而言 更加强调的是这些服务组织以小农户作为它的服务对象 那么着力解决他们的规模化生产难题 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 共用的两种 还有工业化的浴泱 标准化的管理 耕种防收 接杆回收 仓储 烘干 冷间宝藏 加工营销等等这些生产性服务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一个对接 比如说 就以这个标准化管理为例 那么当你用的这些种子是不一致的时候 那你后续的这些管护过程可能也有所差异 比如说这一片种的是抗导服的 那一片种的是不抗导服的等等 那你这样的话 你后续在经营管护过程当中 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它很有机的给协调起来 所以说这种标准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之上 可能就要求在从最开始的品种选育呀 甚至是播种的这种方式呀 都要有一个一致度 后续在管理过程当中 可能它的标准化程度就会有所提升了 而这些呢 是小农户可能自身而言 要么就不愿意做的 或者说没有能力做的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 他可能不屑于做的 随便买点傻的那就可以了 所以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如何为小农户提供更好的这种社会化服务 那么最后一个谈到的就是 它生产托管项目的一个主要措施 谈到措施的时候就涉及到具体应用的问题了 对吧 那这块强调 首先呢就是公平规范的选择服务主体 那刚才说了 包括农村经济经济组织 包括合作社 包括龙头企业 包括共享社 都可以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的 都可以作为它的服务主体 那么这时候说选择它的服务主体 为什么要选择呢 或者说选择什么样呢 是这个更有利于推进社会化服务的这种进程 提高它的质量呢 那这块提出了几点 第一个提到的是具备一定的经验 量化的一个指标 就是服务达两年以上的 这块强调的是 这种筛选服务主体 可能是在全线范围之内推广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拥有其与其服务内容 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农机和设备 以及其他相爱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提供服务的时候 我这个农机不能说我干了张家的 干不了李家的了 我把张家的地交了 李家地我就得焊着 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影响工时了 所以说就强调机械呀 设备呀 以及其他的这些能力呀 是相匹配的 第三个强调的是 有良好的这些信誉 这些信誉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包括他提供的服务的质量 是不是啊 比如说你是进行了统一的播种了 但是出苗率是怎么样的呀 你都种进去了 但是不出苗或出苗率太低 那也影响到粮食的产量 是吧 然后你这个 你这块出苗率是挺整齐的 但是呢一亩地播种 你比别人多要三十块钱 那你价格太高了 所以说呢 这种信誉是一种综合的一个评价 第四个标准呢 就是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一个监管 那每个县选择的单环节社会化服务组织 原则上不少于三个啊 也就是说 这个三个以上的服务组织 为全县范围之内开展这个服务 那么这些服务对象呢 就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个选择了 相当于从政府这个角度提前帮助服务对象 对服务主体进行了一个筛选 同时呢 也鼓励这些服务组织跨区域开展服务 第二个呢 就是探索建立服务主体的名录管理机制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前边的这种基本原则 可以筛选出来一些服务主体 那么可以把这些服务主体呢 给他建一个名录库啊 那入库之后 你表示相当于类似的一种资质吧 或者说很好的一个 质量上的一个保障 然后呢 建立这个服务库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把这些服务主体 给他在限域范围之内 或者在更广的范围之内 介绍给这些服务对象啊 让他服务更多的这些小名录 那第三个方面呢 提到的就是他的质量的监管 那实际上之前搜索过 像山西省 他已经出台了 社会化服务的这些标准啊 在每一个环节 你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应该达到什么样一个标准 那完成了这样一些规定性动作之后 你会起到什么样一个效果 那这块可能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那对于这些服务质量好的呢 你相应得予以奖励是不是 服务不好的呢 那你可能就得对他进行一些惩戒了 所以说这块呢 是以质量论英雄的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针对这个呢 也给大家找了一个案例分析题 原先村里收小麦 人工作业要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有了生产托管 机械作业三天时间就能全部结束 这是山东省来州市虎特牙夏副孙 党支部书记程家驰他对记者说的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合作社有十多台农机 今年承担了4500亩的生产托管任务 确保做到成熟一片 抢收一片 播种一片 来州市神堂 鉴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陶启平介绍说 在三下期间呢 来州市共投入130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 66000多台玉米播种机 215个农机服务组织 1.5万名农机技术人员和农机手参与其中 济南某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江嘉胜 自信满满 他说自2020年开始山东省济南市 就在济阳区市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截至目前已有6541户农民签订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合同 将自家的田地交给从全区另选出来的38家农业托管服务组织代理 那根据这个案例让大家来分析一下 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可以支持哪些重点领域 那是哪些领域的你可以这样来做 或者说这个托管可以带来什么 其实结合这个案例题可以问好多好多的问题 那这块呢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感受 因为咱们是预期班嘛 让大家先体验一下 说出题的时候可能以怎么样一个形式来出 那这里边就强调 比如说典型的突出小农户 是不是 他有6000多个农户已经签合同了 然后呢突出他的重点服务环节 比如说可以看到 投入了多少台 什么收割机 多少台播主机 多少名机首 还有提到呢 是一些农产品的一些生产 从这块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主要面向的还是粮食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一些这个玉米呀 小麦呀等等这样一些粮食品种 所以说这几点呢 都是基于教材 这块给大家的一些答案 实际上在具体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给了这个案例资料 还是可以挖掘出好多 其他的这些题来 所以这块呢 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架构 下面这个知识点呢 介绍的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演变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 这一张的考纲的时候提到了 实际上呢 它是伴随着土地改革相伴而生的 但是这块呢 咱们只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基本经营制度 后续的土地改革呢 会在咱们京养班这块 给大家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发展历程 土地 这个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它包含什么内容呢 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一个呢就是农村的土地制度 还有一块呢就是它的经营制度 这两块 所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实际上是把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 这两块都给囊括进去的 那么在成立初期的时候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 采取的是农民所有家庭经营的这样一种形式 农民所有表达的就是土地的所有制 家庭经营表达的就是它的经营形式 而且在这一个阶段 基本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 也就是说土地的所有权 经营权 包括现在谈到的三权分立当中的承包权 都是跟农库这块为基础的 所以说在这一个阶段呢 它是土地是典型的这种私有的 到了五六年到七八年这一段呢 它采取的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在这一阶段就经历了 从互助组的这个这个 从这个初级社到高级社 然后又到这个逐渐的 有点有点要下放的这样一个苗头出现 但是在这一阶段呢 它名义上都是集体所有的 同时也是集体经营的 典型的就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时期 在后续的时候改开放之后 就是79年到2013年 这一块呢 它实行的是集体所有 军田承包家庭经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和上面这个阶段相比 家庭经营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都是实行的家庭经营的基本形式 然后呢 原来是属于农民所有 现在呢是集体所有 这就是咱们目前仍然在 研习的土地的所有制度 那么咱们国家范围内的土地 它的所有者只有两个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集体 那对于农村的这些土地 大部分是属于集体所有的 所以说它采取的是这种 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安排 然后这块增加了一个 叫军田承包 也就是说 在当时的条件之下 按照它的这个成员权 均等的承包到 每个成员的头上 注意 在承包的时候 它不是按户来承包的 承包的时候 是按成员的人数来承包的 但是在经营的时候 是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的经营 到目前为止 采取的是集体所有 军田承包和多元经营 这种多元经营 就和目前正在给大家介绍的 新型经营主体相关联了 对不对 你可以家庭经营 你也可以什么呀 要新型经营主体 实施这种规模化的经营 那么这个土地制度的变迁 实际上就通过刚才这个阶段介绍 给大家也涵盖的介绍了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从土地的地主所有 变成了农民所有 所以说这一阶段呢 是伴随着土改开展起来的 之后呢 由农民的群体所有 向农民的集体所有 也就是逐渐的把土地的私有化 慢慢慢慢就演进成 它的集体所有的这样一种形式 再之后呢 就出现了所有权 集体所有 然后承包经营权呢 在集体和农户间的 两权分离啊 所有权是集体的 然后呢 承包经营权是在农户的 这样的一个两权分离的 这样一种情形 这个呢 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第四个提到呢 就是所有权 承包权 经营权 在集体农户和农地 经营者之间的三权分治 这个词大家会反反复复的听到啊 包括咱们在第二章的时候 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三权分治的问题 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有两权分治 向三权分治的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营制度经历了怎样一个变化呢 其实跟刚才那个历程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高度分散的小农户 小规模的经营 刚开始嘛 新中国一成立 分田到户了 那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这种土地 然后就开始进行独立的 各家各户的经营 慢慢就发现呢 这种经营经营不下去了 为什么呀 它不光土地分了 然后把这些农机具什么也都分了 然后各家各户呢 就不具备充足的这种生产能力了 所以在自愿的前提之下 就进行了这种互助合作 所以慢慢的呢 就成立了互助社 然后就有互助组 然后慢慢就有初级社 高级社 人民公社 一步一步开展了这种形式的合作经营 那么这种合作经营 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 它的弊端又出现了啊 就是吃大锅饭的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说慢慢的又开始进行了改变 是怎么改变的呢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以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制度为主的这样一种经营形式 也就是说 同指的是谁呀 集体可以同 分呢 还是家庭经营 所以说这块就实现了这样一种经营模式 到目前为止呢 就形成了多种新型经营主体 共存的多元经营 而且呢 在现阶段不仅存在多种新型经营主体 同时呢 小农库也是经营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块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谈到的基本经营制度 就把土地制度 以及它的经营制度这一块 就给统一的 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这块提到的 现代化进程当中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它的发展取向问题 首先呢 坚持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底线 底线是什么呢 这是大家必须要把握的一个问题哦 在无论出什么问题 这个底线是不能改的 这个底线是什么 就是坚持农村土地 农民集体所有制 不动摇 也就是说 要继续沿袭之前的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的一个所有制 这一点是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基础 是不能动摇的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性地位 不动摇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 无论是给大家介绍家庭农场 还是合作社 还是龙头企业 都强调什么呀 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技术性地位 所以这两点是时刻不能动摇的 在保障这个的前提之下 你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创造性的开始一些探索和实践 第二个方面呢 提到的是放火土地的经营权 这块就是在三权分支当中的 其中的一项放火经营权 也就是经营权这块啊 小农户可以拥有 同时谁呀 这些新型经营主体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 获得土地的经营权 从而呢 实现它的一个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个方面提到的 就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那刚才提到了 通过土地流转 然后呢 使得这些新型经营主体 可以扩大它的经营规模 从而呢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除此之外呢 还有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农业社会化服务 它这种形式 并不改变土地的经营权 但是呢 它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之内 来开展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说这种适度规模经营的形式 也可以日渐的丰富起来 这是三点 那结合这个资料 谈到一个问题就是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取向 是怎样的 那这几点是大家必须必须要注意的 可能在作答的时候 不是这三点 但是这三点 在咱们高级农业经济当中 它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多地方都会用的道 再次强调一下 一个呢 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 是什么呀 土地的 农村土地的 集体所有制 这个不能动摇 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家庭的 承包经营的这个制度 是不能动摇的 另外提到的 就是它的土地的经营权 是可以放活的 所有权不动摇 但是经营权是可以放活的 还有呢 适度规模的形式 也可以是多样的 那除了通过经营权的流转 可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之外 还可以探索 其他的一些实现路径 倒数第二个 知识点 叫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强调的是 大家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什么呢 它这块叫农村金融 不是农业金融 注意此组之间的搭配 农村金融 农业保险 农村金融强调的是 在农村中 以农业生产为主 包括农业中小企业等 其他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域 组织和调剂资金的这些活动 所以它是农村金融 所以它是农村金融 不是农业金融 你要单纯谈农业的金融 这些非农生产经营的可能就不包含在内了 但是你要说农村金融的话 那除了这些农业生产的 还包括这些非农生产的经营领域 也可以借助农业金融的这样一些融资渠道 那么农村金融 实际上就是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 它往往指的是 用这些信用的手段来筹集分配 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 那它的特点主要有几个方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 一个呢就是活动领域是农村 就是刚才给大家强调的 所以这块叫农村金融 不是农业金融对吧 另外呢采取的手段是信用 这也与它的抵押物这块有关系 第三个呢提到的是 作用的实体是资金 这个好理解 表现形态是货币 所以这个是它四个典型的特点 农村金融的基本原理 它强调的就是这些农村的货币资金 它的一系列的这些融通和信用 活动 那多数情况之下呢 具体的体现就是存款呀 贷款呀 汇兑呀 保险呀 期货呀 证券呀 等等这些各种金融服务 那实施这些金融服务的既有正规的金融服务机构 同时呢 也有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服务机构 那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后续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一个概况啊 在了解这个概况之前 咱们先来看一下农村金融的特点 首先一个提到呢 就是它的设计面是比较广的 那刚才介绍了 它叫农村金融嘛 所以说无论是涉农的 还是不涉农的 这块呢 都会涉及到农村金融的问题 甚至是一些可能打破了区域范围之内 特别是随着这种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产融合 可能有一些已经延伸到这个城镇了 所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设计面上的一些延伸 另外一个呢 就是风险高 那刚才提到了 因为它的这个一个典型特征呢 是信运 所以说它的抵押物呀 质押物呀 这些可能相对有限 另外即便你有抵押物质押物 实际上它受的自然 这个风险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说相比于其他的这些金融而言 它的这种风险相对比较高的 第三个提到的它的政策性比较强 所以说农村金融这一块 大部分从事相关服务的典型的 就是什么呀 农村商业银行 是吧 就是以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还有一些农业发展银行 它的政策性的这种引导性 是比较强的 第四个提到呢 管理比较困难啊 就是说这时候你会发现 即便是有抵押物的情况之下 那它的这些抵押物的 这些评估呀 处置呀 是后续的这种管理呀 都存在问题 如果说单纯的一靠信用的话 就更麻烦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金融而言 管理上是比较困难的 那农村金融就有什么样一些作用呢 实际上一提到金融 大家更直接的就想到什么 钱是不是 就解决一些资金的问题 但是通过刚才给大家介绍 你会发现实际上也不单单 是我筹资的这样一个问题 还包括相应的我的资金的这些融通呀 还有资金一些利用的问题 都是包含在农村金融的范畴之内的 那么它的作用就包括 首先一个提到的就是调剂这个资金 那通过这些金融机构 通过它的一个中介的一个作用 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资金的融通 供给对接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可以解决相应的一些经营主体 甚至是服务主体 在经营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资金缺口 第二个方面呢 可以推动农业的科技进步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有人可能对这个有怀疑 说一个融资 你为什么还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呀 实际上资金的这些流通 在一定程度之上 它是一个导向对不对 那你这些钱往哪个领域走 就意味着什么呀 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收益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金融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之上 就会起到这样一个引导性的一个作用啊 如何来更好的产生更大一个效益 在很大程度之上 对于这些科技的依赖程度就很强 这又跟咱们第一章给大家介绍的 现代农业是相关联的 那通过这些资金的一些扶持 以及融通 以及注入 就可以让它的这些科技这一块 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方面呢 提到的就是助力农业发展现代化 增加农民收益 那么刚才提到了 这些农村金融啊 可以帮助它的农业技术这块快速发展 同时呢 也对于这些生产信息呀 还有这些服务呀 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撑 那与此同时呢 这些发展的过程 本身又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呢 与此同时 它也能够推进农业的 现代化的发展 在第四个方面呢 提到的就是可以维护农民的权利 那为什么说 这个农村金融 还对于维护农民效益 这块有帮助 那主要是这些金融机构 可以控制这些贷款的头像规模 以及它的利率差异 然后呢 对于这些农资啊 甚至农产品呀 它的这些流通 起到一个间接的 或者说直接的这样一个引导作用 那么在一定程度之上呢 可以更好的引导生产和消费 所以这块提到的呢 是它的几个典型的特征 那目前农村的金融体系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农村金融 现在来看它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强调的是各种金融机构 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有机的整体 那这块呢 不仅包括它正规的这些金融机构 同时呢 也包括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机构 那哪些是正规的 哪些是非正规的呢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比如这块提到的正规的金融机构 大家可能相对就比较熟悉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政治性银行 对不对 然后还有提到的是什么 中国农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 那农村信用社 这好多有的已经改组成这个农村商业银行了啊 还有提到呢 像中国邮政储蓄啊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村镇银行 还有资金互助社等等类似的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正规的金融机构 同时呢 还存在一些非正规的啊 比如说这块提到的当铺呀 小额贷款组织呀 还有呢 像这个农村社区的发展银行呀 还有一些个人放贷者 私人钱庄等等类似的 这就是所谓的民间借贷 是吧 这些是属于这种非正规的金融机构 那么在这块呢 为了巩固大家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 出了一个题 就是论述农村金融的典型作用啊 刚才逐一的帮助大家进行了解答啊 主要就包括调剂这些资金 提高它的生产效率 促进它的现代化进程 同时呢 还可以维护农民的权益 稳定农村的经济 是吧 它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资金调剂 茶楼补缺 然后呢 引导资源配置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块是对农村金融的这样一个介绍 那第二章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农业保险 那刚才让大家区分了 农村金融 农业保险啊 这是一个特定的组合 农业保险这块强调的是 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同 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 疾病或者其他的疫病或疾病等事故 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一种保险活动 那么这里边的保险范围 涵盖了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和农业等 所以说他相当于把农林 牧鱼 这几个行业都给难过其中了 主要分为养殖业的保险和 种植业保险 这两大类 那么农业保险 大家注意 它是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 因为这些 包括他的这个 投保的这个 标的都是属于 被保险人的一种财产 所以说它是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 那农业风险又哪几种呢 与其他的保险类型不同 它所面临的一个 因为农业它面临着非常强的 这些自然风险 所以说在投保的时候呢 有一些也是针对于自然风险的 但是有一些呢 可能不纳入这个承保范围之内 这个得看具体的险种 对于自然风险这一块 不用给大家更多的解释 是吧 像汗 烙 虫 病 这些都会导致它遭受 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和损失 另外一个呢 就是市场风险 那特别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对于新型经营主体而言 那么它的这种生产经营活动 实际上是以商品化为 典型特征的 然后呢 要把它作为商品 在市场当中进行销售 所以说像这种行情的变动呀 还有呢 它的这种价格的波动呀 在很大程度之上呢 都会给经营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大家如果关注新闻 每年都会看到啊 包括有时候在这个淘宝上 或者在拼多多上就看 什么什么滞销了 你比如说今年 典型的苹果价格就比较便宜 是不是 还不知道大家对前两年 那个苹果价格还有没有印象 好像十块钱以下的苹果 几乎就没有 但是今年呢 三四块钱的苹果 好像超市里也比比皆是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类似的这些市场风险 那可能也会对 经营者这块造成不同的损失 第三个呢 提到的是政策风险 那由于这种政策 是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的 它会根据整体的宏观的情况 来对于相应的这些产品结构呀 或者说种植结构呀 这块进行一个调整 你比如说典型的 当大豆这一块进口受限制了 那对于大豆种植物的补贴 立马就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样一些政策上的风险 也是存在的 之后提到呢 就是这个技术风险 实际上对于农业技术而言 由于它的地域性呀 包括它的适用性呀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它技术风险这一块 也是比较高的 那对于农业 面临的这么多风险而言 你针对它来开展的这些农业保险 其实就具有一些自身的一些特征了 比如说地域性 那地域性就体现在哪 不同的地方 种植的作物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面临的这种风险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也会呈现出地域性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北方可能对于小麦呀 玉米呀 买保险多一些 但南方呢 可能就会对水稻买保险的多一些 对吧 还有呢 这种季节性啊 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那种的时候 收的时候啊 季节性也是比较明显 还有提到呢 是连续性 这个连续性强调的是什么呀 就是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间断 那你的这种保障 是不可以持续的获得的 所以说为了持续的能够保障你的这种收益 或者说免受损失 那还要保障它的持续性 最后一个呢 提到的是政策性啊 这个可能是其他类型的保险所不具备的特征 也就是说 在于保费支出这一块啊 有一定的比例是由财政资金来负担的啊 农户只需要负担 其中的一部分比例就可以了 当然由于不同的险种可能承担的比例之间是有所差异的 另外呢 由于各地的它的这个财政实力有区别 所以说可能特别是市线一级分担的这个比例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这块提到的是农业保险 那对于农业保险的作用 这块呢 相对而言 大家可能会熟悉一些 比如说买了这个保险 那就可以进行一些风险的转移啊 对于农户而言 或者说对于一般的这个经济而言 我要是买了保险之后 我今年招灾了 那么可能保险公司就会给一定的赔付 使得它的损失得以减少 另外一个对于农村的这个经济而言 保险有利于它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啊 这就是这是微观的 对不对 对于具体经营者的 这也是最好理解的 然后对于中观的农村经济而言 它可以起到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问题 那通过这种保险在一定程度之上呢 可以对于它的品种结构呀 也进行一个优化是吧 然后对于它的产业发展这块 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保障 至于宏观角度而言 也就是说从整个宏观的国民经济而言 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它的一个再分配 大家这应该好理解是不是 因为它是一个政策性的 政策性的有一部分呢 是来自于财政收入的 那财政收入又是来自于哪 有一部分又是来自于税收的 是不是 相当于采取以工补农 或以伤补农的这样一种形式 来帮助从业者来分担它所面临的一些损失 那农业保险这一块其实发展历史比较久了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 实际上它就开始恢复发展 之前也有 但是一直也没有这个很好的持续 或者很好的来贯彻下来 在七八年之后呢就开始恢复了 但是呢在很漫长的一个时期 它是处于一个停滞发展的一个阶段 虽然有 但是无论是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也好 或者保险公司也好 或者老百姓也好 供需双方都没有什么热情 之后呢就到了它的稳健推进的一个阶段 从04年到12年 在13年之后 它是全面的创新了 包括它的抵押物呀 质押物呀 期限呀 开始有一些不同的领域的一个探索和实践了 让它的这个发展的逐渐的能够日趋的兴盛和完善起来 这里边给大家出了一道案例分析题 中阳县某重粮大户承包本村的1500亩的围田 由于连年灾害不断 损失严重 一度对重粮失去了信心 这是它产生的负面影响 是不是 2019年开始参加农业保险 2020年7月 由于洪水使得该村的围田围堤溃破 稻田受灾 该农户呢准备在受淹的围田内养鱼 却苦于没有资金 保险公司得知情况后 及时将30万赔款打卡到户 农户呢用这笔赔款购买了鱼苗进行饲养 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正是有了农业保险 才是农户在大灾之年及时恢复生产 不至于因灾返贫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来分析 这种情况是属于哪种类型的风险 参加保险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那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 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呀 是不是属于典型的自然灾害呀 因为它是洪水爆发是不是 这是自然灾害的一种 具有一个突发性的一个特征 那么重量大户参与这个农业保险 是不是就可以及时的来弥补它的损失啊 因为它的这个稻田实际上是被冲了嘛 相当于水稻这块已经没有办法收获了 所以他就想着在这块养鱼 但是呢前期已经都投入了 那保险公司给付的30万的赔款 在这时候呢就成了它鱼苗购置的一个资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及时的进行了风险转移 保障了它的农资安全 所以说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农业保险和信贷产品的组合 也把它的这个 即时的产后自救 这个形式就给调动起来了 所以说这块提到呢 就是农业保险在这个整个农业发展 以及帮助农户减轻它经济负担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这样一个特殊作用 那么第二章 第三章的这个课程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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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见